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入秋之后 很多传统市场 或者是马路上的 这一个十字路口 都会看到麟角摊子 这个是这一个季节 独特独有的美食 那在台湾 麟角不但是美味好吃 而且它营养健康 富含维生素BCEF 还有各式各样的矿物质 最重要的是 它还抗癌抗老化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这个季节 这一个盛产的麟角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 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医生好朋友 江手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好朋友 罗佩妮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医生好朋友 吴文杰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陈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黄景龙师傅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刘医师 这个麟角是很多 这个爱吃麟嘴的人 这个季节的这个美味好朋友 那市面上真的蛮多的 传统市场其实会看到蛮多这个生的麟角 这个季节盛产 你去想到麟角 因为我是来自左云 我们左云一个叫莲池潭 以前我小时候的莲池潭 那个整片都是麟角 都可以彩虹铃 对对 真的这样子 那太小了 我妈不准我下去彩 那重点是那个时候就是每条街 门口前面都有很多的一些摊贩 就是拿这个麟角 蒸了之后给大家这个去买 然后那时候吃起来就有那种家乡的味道 但我们再讲说 其实麟角你看到这个 其实它营养价值还算不错 你看我们现在它里面的像维生素 它有脂溶性的维生素像A跟E 其实很多的这种根筋电粉类 它这个植物里面来讲 它没有E的 可它这里面是有维生素E 还有呢我们还讲 它这里面因为有碳水化物 有一些蛋白质 然后呢它的热量呢 你看看它讲 如果100克是146大卡 如果说算下来的话 它15颗零角 大概相当于半碗饭的热量 所以它是有热量的 那它算是一个淀粉类 那重点是我们常讲说 我们怕吃淀粉会胖 那如果说这个植物里面来讲 淀粉里面来讲 有这个B1来讲 它可以代谢这个糖 糖的问题 可以促进这个糖的代谢 你看它里面有B1 所以事实上它里面来讲 有丰富的维生素 还有重要它有叶叶酸 我们因为常常看到 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叶叶酸是存在 深绿色的植物里面 可是它这里面也有 它里面有16.1单位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里面来讲叶酸 相对来讲 对于我们一些预防一些 心血管疾病 这样一些肠癌是有帮助 那再怎么讲来讲 这个零角来讲 它还是一个 稍微热量高一点点东西 如果说你把它当作主食来吃 然后可是你的米饭又没有限制 可热量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我们讲说 零角的价值非常好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说 这个吃纤维吃蔬菜 吃水果多吃点好 不过我们特别强调说 如果纤维量吃太多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案例 那个案例是一个70岁太太 其实那天我在开刀房 我在这边开刀 那一般外科在那边隔壁开刀 结果她哇 然后就开始护士 哇这个怎么取出一个粪食 那是一个太太 70岁 那她常常看节目 她说吃蔬菜水果非常好 吃很多纤维没得吃 那她的小孩跟她讲说 妈妈吃饭速度要慢一点点 不能吃太快 她说吃这种吃好 这个蔬菜吃非常多 结果有一天她肚子痛 痛起来之后 后来就吐 吐的时候味道非常难闻 然后呢 她就吃一些胃药 后来还是严重 后来送到医院去 那医院来讲 就给她查是不是肠胃炎 又给她放胃管 结果弄了半天 还是一直严重 造了断层 就看到小团末端有一个硬块 刚开始以为是说肿瘤 那想说小团肿瘤很少见 可是呢 因为她实在是引擎肠乳 非常严重 开下去 结果是一个大概三公分的粪食 粪食来讲 就是说我们吃很多纤维来讲 它因为纤维聚集在里面 它通不过去了 在小团末端卡住了 后来就把小团化开 把粪食取出来缝起来 当然住院大概一个多礼拜 所以重点是说 我们在吃东西来讲 再好营养的东西 不能吃太多 速度也不能吃太快 否则像这种很少见的病发症 也是有时候碰到的 不过这个罗医师 从这个中医跟这个角度来看 大自然其实很聪明 这个季节盛产的菱角 其实对于这个季节的养生来讲 是非常好的盛品 其实我们那个菱角的话 它在中医的古籍上 确实是有记载 它虽然我们现在 在药的上面用的很少 但它是偏向食疗的一个保健 那菱角的话 它有分生的跟熟的 古书上记载 它生的味道是干粮 干粮的话 它可以止咳除烦 然后清热还可以止咳 那如果是煮熟的呢 它就是比较干瓶了 它就不会有那个粮性了 它主要的话就是益气健脾 就是调肠胃功能 其实我们讲说很多淀粉质的食物 它都是顾肠胃的 而且它特别讲说我们 菱角是入皮胃 所以它其实是顾我们皮胃一个 很好的食材 那菱角的话 其实像我们讲说 天生万无一样人 刚刚那个宁光有讲 我们秋天为什么很适合吃菱角 就是因为菱角它是水深的嘛 所以它是在秋天的时候是盛产 那它像这种水深的这种 那种淀粉的这种食物来讲 它对我们的呼吸道 就是粘膜的滋润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骨骑上面有一些 它也是用在一些皮肤上的治疗 皮肤疾病上面的治疗 那像我有一个病患 它是一个就是家庭主妇 大概六十几岁 那这个家庭主妇 因为她长期都没有工作嘛 然后现在女儿也大了 女儿大概也四十多岁了 所以她就是开始 就是比较容易有点焦虑 那种恐慌的那种状况 然后有一天她就是咳嗽 咳咳咳咳咳 突然就咳出了一些血丝 然后这妈妈就非常紧张 她就说我咳血丝 会不会是那种肺癌啊 或者是说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 她就很紧张 然后因为她的个性很焦虑 她就会一直睡不好什么的 然后她女儿就带她去各大医院诊所 去做检查 然后照顾肺部X1没有问题 什么都没有问题 然后后来是在耳鼻喉咳 她们就用那种内饰镜进去看了之后 发现她因为可能噪咳 她就是我们中医讲说 属于那种秋燥的那种噪咳 因为天气的一些干 然后还有气温的变化 她呼吸道敏感 她就咳咳咳 然后咳到会裂出一点点的 那种微血管破裂 所以她就有点血丝 然后导致说她有点出血 那我就推荐她可以吃像菱角 或是像莲藕这种 她其实都是在秋天的时候 照顾我们呼吸道 滋润呼吸道很好的食材 那接下安琪老师 就是要出来一起分享 这个季节其实 传统的市场也看得到很多菱角 很多 那今天我来给她搭配这个纸牌 搭配这个纸牌 安琪老师今天要烧一个 地球上无敌厉害的纸牌 今天的是菱角烧纸牌 这个纸牌又有人叫它是五花牌 因为它跟五花肉是同样一个部位 我们以这块为例子来讲 来我们镜头来特写一下 从侧面看起来它跟五花肉是一样的 对 它是有骨头 然后它这个下面少了一层肥肉 少了一层皮 对 你如果说把肥肉跟皮留着 把这个骨头拆掉 它就是五花肉 真的喔 那它这个纸牌的话又叫五花牌 它就是把五花肉的肥的跟皮拿掉 拿掉之后它保留它的骨头 然后骨头周围是比较多肉跟筋吗 多肉跟筋 对 对 然后这个中间它就带了一层薄薄的油花 所以这个纸牌吃起来它不是像五花肉那么肥 对 但是它因为又有一点油花的滋润 所以它也不会像贝极的排骨那么干涩 那如果说通常有的时候我要烧 在家烧木耳烧请客的时候大支一点比较漂亮 我会拿一根纸牌分四段 纸牌在市场上是一根一根卖的 所以在传统的猪肉摊看到一根一根 那随着你要烧的菜色 你可以让它来分多少段 今天我要两根三根或者是肉我是觉得多烧一点它比较香 对 我就买四根 那今天我们是五根分了两份 好 今天这个厉害了 这个老师一烧整个摄影棚都要暴动了 那今天我给大家 所以今天这个要学着烧 对 好 那我们这个还是一样最基本的 我觉得学会了烧肉就很方便 家里孩子们如果是带便当或者中午有的时候 我们利用周末的时候多烧一点肉 然后平常家里头中午的时候我们带便当一点就行了 好 一点点油 对 一点点油 我们最主要把葱姜爆香 而且会烧肉真的就感觉很厉害 那师傅今天现在放的是葱段还有姜 葱片 那今天这个纸牌在现场我就拿热水烫了一下 好 那生了你也可以再跟葱姜一起炒 但是烫锅的话就比较不会爆 因为它有油嘛 那年轻小孩子觉得爆在手上很痛 就会比较怕 好 那我们这边就把葱姜 所以这个是汆烫过 大概是水瓶的这个热开水汆烫之后 然后给它泡个五分钟 泡五分钟它就变色了 那这个做菜最需要就是爆香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葱姜再给它排排队 让它爆到有香气 而且我发现你烧肉的时候 葱绝对不能省 你看那个葱段 其实你是蛮粗蛮大的葱段 葱白葱绿都让它烧 对 一起烧 好 那我们把它爆香了之后 我们就给它放这个肉 这个肉排就可以下去 对 肉排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烫过 所以它底下会有水 碗底下有水 我们的水要小心就不要它倒进来 好 那老师傅可不可以问个重问题 你刚刚讲说 这个是正宗上海菜的纸排吗 上海菜烧纸排 好 烧纸排 所以它是大块的 而且它是带骨带肉 还有带一点油花的 对 有一道非常有名的 无锡肉骨头 对 就是肉骨头就是这样 带着骨头来烧的排骨 真的喔 对 无锡肉骨头 那无锡直排讲的也是这个部位吗 也是这个部位 无锡肉骨头就是这个部位 它们带着肉 然后又有骨头叫肉骨头 那无锡菜烧得比较甜就是了 我们今天烧的是一般家常的口味 没有这么甜 临角本身含有抗性淀粉 事实上是 而且它煮不要煮那么久 网络上有写 说临角不能跟猪肉一起吃 中医的古书上面并没有这样的讲法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网络的那种假的资讯 真的太多了 它没有出处哪一本书 或者是没有哪一个中医师讲 其实那样的文章 你就不用太去相信 像我们这个在家里面烧 都要烧到两个半钟头 好 那这个我们给它 稍微煎一下之后 我们就来给它鲜酒 好 酒香 这是我们的绍兴酒 鲜酒香 好 香一点酒香 有个两三汤匙都没关系 然后再来酱油 所以烧纸排要用的是黄酒系列 用的是绍兴或者花雕黄酒 对 那绍兴是它的酒精更香一点 对 这边我们放点冰糖 好 上海人喜欢放糖 那请问酒跟酱油的比重呢 通常酒是酱油的二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像我今天这边一斤多的这个纸排 我放了三汤匙 刚刚差不多有将近三汤匙的酒 我就放差不多六汤匙的酱油 然后放大概一汤匙多的糖 然后我们就来加水 那这个水我们大概放到 差不多七八分满 七八分满 因为我们的铸铁锅比较不会挥发水分 所以我大概这样放七分满 好 然后我们就给它盖着锅盖烧 好 所以我觉得江苏菜 所以你没有全腌过它 那等于烧的过程当中 一面如果烧入味了 你会翻面就会 会翻面会把它搅一搅 就给它稍微搅一搅 那难怪你说你要烧两个钟头 要烧两个钟头 因为它这么大块 但是你不要去搅太久 就是你稍微搅一下 然后不要说五分钟搅一搅 五分钟搅一搅就 它这个刚刚我们都讲过 它有肥肉的地方就会断 对 所以大概一个多钟头了 你去给它翻一下 然后再两个钟头了 我们要加菱角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翻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要先把纸排烧入味 烧入味 那这么大块 可能就要烧两个钟头左右 烧入味 烧两个钟头 然后我两个钟头之后 我就放了我的菱角 所以烧入味就是这个样子 对 烧入味 那菱角的时间 烧入味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它就会收了汤汁对不对 对 汤汁就会变得比较少 那这个烧入味的话 然后它就 菱角是差不多是20 这纸排 哎呀 好感人的纸排啊 好堆哦 所以它烧入味就会这样 我们给镜头拍一下 这里头是骨 骨 这是骨 然后这里头是肉 肉 它带了一点点的油 对 所以难怪你说上海人吃这块 就是没有那么油腻 可是又带骨有骨香 骨香对 那我今天就是我们煮了两个钟头之后放菱角 放菱角 菱角大概烧20分钟 好 那我今天加一个更浙浆的元素 我放一个百叶结 百叶结是我们喝烟炖鲜 上海人非常喜欢用的 就烟炖鲜的那一个汤品要用的百叶结 对 那我们通常在这个卖素食的摊子上 可以买到这种百叶 它一叠是十张 对 那我们买回来之后把它对切 对切成两半 对切成两半之后呢 我就给它这样打结 对折再对折 然后给它打结结起来 因为虽然有卖打好结的机器的百叶结 我觉得那个不好吃 对 所以我们这个百叶结就这样自己打 然后你烧大概六杯水滚了之后 你放半茶匙的小苏打 然后就把这百叶结放上去泡 泡个二三十分钟 然后拿出来拿水冲一冲 就是百叶结了 百叶结因为它这个是黄豆的浓缩品 所以它非常的蛋白质含量丰富 我建议就是妈妈在家里面给小孩子 像我们上海人有拿这个百叶结烧肉 那像在这个家里头 也不妨多拿百叶结给小孩子吃 它是黄豆的浓缩品 我们这里面的八角 好 那在我们烧的时候 这个八角大概放个两颗 两颗三颗都可以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婆婆妈妈跟观众朋友来讲 它可以一边在这边烧 那另外一边做别的料理跟处理别的事情 对 或者家里头有个小的电炉什么的 就拿到旁边去烧 然后这边不影响我们炒菜 对 好 那我就把百叶放下去 那这个百叶放下去 通常还要再烧多久 它会吸饱那个肉汁汁汁 它只要三分钟 因为它已经是泡软的 它不是这种硬的嘛 它已经是泡软的 所以你只要通常最后放下去三分钟 它就入味了 那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甜豆仁 甜豆 我们也给它一起放下来 对 我们就多一点绿的蔬菜 就不用再另外去炒一盘蔬菜 那师傅 学生还有问题 如果我今天没有放菱角一起烧 比方说这个纸排烧了两个钟头 烧软 烧入味之后 我放别的举例来说 芋头或者还有什么 油豆腐 然后天慢慢凉了 好的是萝卜 烧萝卜 或者像我们在家常常烧木耳 配木耳泡软了之后 跟它一块烧 那每一样东西烧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我常常建议我的学生 就是说你在家里头礼拜天有空 你把纸排烧一个半钟头 对 然后你另外要分三分之一出来 今天烧木耳 木耳需要三十分钟 那你可以烧一半烧油豆腐 然后再拿一半 拿三分之一出来烧这个 马铃薯或者烧菱角 这个季节我们就烧菱角 所以难怪你说你周末买肉 至少一两斤 然后周末烧 但是你其实并不是那一天 就把它吃光 你可能三分之一是烧了木耳 比方三分之一烧了菱角 那三分之一另外改天烧个油豆腐 油豆腐跟卤蛋 对 那还没有烧的可以先放凉了 放冷冻冰起来 冰起来 那这样子又可以节省时间 那可是呢 这个烧肉真的很值得烧 顺鹏暴动了 我们要来上菜试吃了 哇 哇 韩吉老师 这个烧紫排太好吃了 我跟你讲这是恐怖的好吃 因为 其实我有一次拜访蒙塔拿一家 那个美国一家很大肉品工厂 他们家四代都在杀猪卖肉的 他就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他不吃没有带骨头的肉 为什么 因为骨头它里面有骨髓有脂肪 烧的时候它有另外的风味 就像这个肉骨头这个纸牌的问题 它本身不是只有肉的香味 它其实这样两个钟头熬煮之后 事实上它把骨头里面的香味都放到里面去 所以你吃起来这个是非常有层次感的 一种这个美味 它跟普通你拿一块肉去炒或去煮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而且 所以烧两个钟头值得 大家一定要烧一次看看 对 不过坦白讲真的吃像这样 菱角这个东西加到菜里面去 事实上是很好 不过我们也碰过人家吃这个吃亏的 为什么 像我一个才45 6岁的一个 糖尿病肾病变的病人 那这样的病人我们都会教他说 要多吃淀粉少吃蛋白质 因为他肾脏附和不起这个蛋白质 我们就教他多吃淀粉多吃主食 然后不能吃肉 少吃肉少吃鱼这些东西 然后连吃的汤都要勾芡 增加他的热量摄取 结果他就因为这样子 然后也是碰到菱角的胜染期 他有一次就是在家里 连续吃好几天的菱角 那就被送到医院去 因为血糖高到500多了 所以对糖尿病来讲 这还是淀粉 这还是要总量的管制 吃了这个就要少吃米饭 对 菱角本身其实 我认为我那个病人会 需要送到急诊室去有一个问题 菱角本身还有抗性淀粉 事实上是不容易升高血糖的 可是菱角如果要蹲太久的时候 这个抗性淀粉 还是降低 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就会升高血糖 对 所以糖尿病要总量管制 而且他煮不要煮那么久 真的 我们在菱角通常 就是我们刚刚煮的时间 是大概20分钟的话 它带一点脆腥 如果你喜欢吃松松绵绵的 就25分钟 然后最好给它关火焖一下 就像煮很多大块的 马铃薯 萝卜都是一样 你焖一下 它会渗透进去那个味道 然后菱角也不会破掉 然后它就会有松松软软的口感 带着可煮的话 时间大概可以多5分钟 而且菱角基本上有大量的多分 那可以降低体内的发炎状态吗 它们是用菱角去做萃起之后 那里面的多分跟那个烈黄酮 它们真的会造成发炎的因子会下降 甚至说皮肤红肿的时候 它会有改善的情况 所以也许这个看发炎的情况 是有可能造成后面会有防癌的可能 但是目前没有确定防癌的证据 那我们在肠胃科常碰到慢性发炎的地方 就是在胃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个案例 就60岁一个男生一个伯伯 他来看我主要是常年来其实吃东西 像吃那么好吃的东西 他还是要会胃脏 常常会肚肚 胃脏不舒服 但是没有其他的问题 他胃肚肚的时候就会想要打嗝 但其实也变吃很多 那因为常年来像他不舒服 他太太就请他过来找我 我就帮他安排做个胃镜 因为他其实没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但是现在他有症状还是做胃镜 就发现他的胃的那个地方 在幽门 所以就胃跟十二指肠的接口 那个幽门那个附近 已经产生了很多癌前病变 就所谓的肠化身 肠子的肠 肠化身 也就是说胃的联膜的皮 因为慢性的发炎之后 他已经病得像是肠子联膜的皮 这样子有肠化身的病人 你有癌症 胃癌 产生胃癌的机会就高达到六成 然后这样子的病人 我们都肠胃科病人 我们就会叫他每年 或是两年到最终一次胃镜 不然他容易会产生胃癌 然后再来就找幽门感菌 所以他是没有幽门感菌 但是他以前可能得过了 然后好了之后 那个肠化身是不会好的 就算你以前杀菌杀完之后 那是不会好的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病人 就是给他预防做这个胃镜检查 然后照着他饮食的调控 然后再一点药物 他改善很多 对 其实那个我们在菱角研究 真的在起干的时候找的不多 那在他们山东的这些 食品科技的一个杂志 以过去曾报导过就说 他们做很小型研究 这个菱角里面的话 它有些成分在动物的实验 对于一些子宫内抹癌 乳腺癌跟食道癌的细胞 是有抑制的效果 那在日本的医科大学 他们也做过研究 就是说他把这个菱角泡了水之后 然后我们这泡完水 那个有点黑黑的 那种苦涩的味道 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做 麦角栽氏锡 很难念 这中间在我们一种肉瘤 叫做恶性的肉瘤 它居然可以在细胞的实验 可以抑制60% 那换句话说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说 每次拿菱角就泡水喝了 那个我其实我试过蛮苦的 而且万一如果说 你这个有激生虫要特别小心 那重点是说 这个菱角里面它的成分来讲 确实有一些这个 对于这个肿原 好像有调控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特别强调说 它既然对这个我们讲乳腺 或者说是子宫内抹有抑制 那因为它里面有些成分 确实可能在加速 我们体内排瘦化剂的效果 那我们碰过一个女生 她是一个46岁一个女生 那她来咨询预养疗法师 因为她在大概就40岁左右的时候 因为她本身是胖胖的体质 大概就是有时候65公斤左右 那她就是说 有时候她这个经济不太顺 那后来她去妇产科检查的时候 我妇产跟她讲说 你子宫内抹是比较厚 我要特别小心 那我后来她 因为她也不太运动 然后她真的爱吃甜的东西 那出去来就是说 她也不太吃蔬菜 她认为说人生就在享受 很典型的富贵命 就是贵妇命 结果后来她后来 她在增后的时候 妇产医师帮她做子宫内抹瓜 结果发现是子宫内抹癌 然后那时候子宫 这个我们在 她的看到 我看到毕业报告是 有侵犯到肌肉层 所以她就做完手术来找我们 事实上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下 就是现在的这个妇女的一些肿瘤 不管是乳腺 子宫内抹或是我们家卵巢 跟男性的社会一样 这些所谓的 跟荷尔蒙有关的 这些器官的肿瘤 事实上跟我们环境的 这些荷尔蒙 或者塑化剂是有关 那当然善用这些食材量 适当进去 那它一定会对我们排塑化剂 是有点帮助 不过我还特别强调就是说 这种菱角来讲 还是一个淀粉多的一个食物 不过刚刚我觉得安琪老师 这个烧的 把这个拿进去是很棒 其实我们很多的水生里面的 这些植物 壁脐 或者是角白笋 这东西来讲 如果取代菱角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 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我刚刚就有讲说 我们菱角 其实它在药用的用途来讲 它是比较低点 把它当成说是一个食料保养的 那个几率 它对身体的效果来讲 应该是更好的 那之前就有人提问说 网络上有写 说菱角不能跟猪肉一起吃 这是真的吗 说吃了会伤肝 然后会肚子痛 那我是想说 后来我就查说 那我们菱角的资料 到底有没有说 不能跟猪肉吃 就发现 中医的古书上面 并没有这样的讲法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网络的那种 假的资讯真的太多了 所以你看到一篇文章 如果它只是写 中医说 它没有出处哪一本书 或是没有哪一个中医师讲 其实那样的文章 你就不用太去相信它了 而且更不要说 认同请分享 以而传的 对 以而传 很多这种状况 我们有时候 我常常被问到一些 我都没有听过 或是古书上都完全没有记载 像是说有些人说 孕夫不能吃麦片 这个根本就没有 就是中医也没有中医 而且它是写中医说 孕夫不能 但是哪一个中医师说 没有人 没有书也没有人 所以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好 那我问一下江医师 林小刚刚讲 本身也是高磷的食物 你刚刚特别提醒 糖尿病的人要吃的话 要稍微注意 就是总量的糖类的 摄取的控管 没错 因为其实 磷这个食物 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像我有一个病人 那才38 9岁 然后他是一个 初期的肾病变 初期肾病变开始 一般我们都会建议 他一定要控制磷的摄取 因为磷是目前 我们连洗腎剂 都处理不好的一种 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废物 我们讲说 现在大家要吃太咸 那要吃太多 对这个吸烈的负担很重 所以我就特别强调就是说 其实像 有时候 善用菱角这种高贾的食材 有时对我们讲 觉得它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有一点就是癌症 想要做一点预防的一些茶饮 菱角它就是一个清热 他一人的话它是磷师 这个茶饮 蛮适合我们肠胃科 所以我们既然自己处理不好 当然叫他从嘴巴要扫进去 对 可是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食材 还有磷 你看这个表彰 其实磷的充斥在 我们很多食物里面 你像所有的犬骨类 糙米类 磷都高 你看鱼肉也有 蛋也有 卤制品也有 然后某一些加工磷嘴 所有的加工磷都有 那我是糖尿病我就会问 那到底什么没有 是啊 问题在这里 你再讲完之后 他就觉得要饿死了你知道吗 什么都不能吃 一般来讲我们就反 这张表的相反就是说 像这个所谓的主食类 你要吃筋的 就筋白米 单纯的面粉不是全麦面粉 那个磷就是低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坚果磷是高的 不过不要太害怕 是坚果的磷虽然高 可是它人体的吸收 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吸收 所以吃坚果 除非你真的胜过能到第五期 不然的话坚果其实还是可吃的 可是我跟你讲 所有的人如果要控制磷的话 加工食品大概都不能碰 因为磷这个添加物 在食品加工它有18个用途 所以我跟你讲 你从供丸到饼干到面包 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 你都会看到它添加磷 因为它作为集结剂 让它锁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的供丸会加磷酸盐 那你改变这个面条的性状 对 所谓修饰淀粉要加磷酸盐 所以它有太多用法 甚至于我们为了虾仁盆大 我们要灌加磷酸盐 我们要灌水肉也加磷酸盐 所以其实太多机会吃到这个 可是问题是这个加工食物的磷酸盐 是百分之百吸收 尤其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像磷酸这个食物 它有一些是很高磷的 桌上这个磷酸大概是台湾磷 我们台湾有6种磷酸 对 也有4脚的 对 包括日本引进的魔鬼磷 就是4脚的 下面还有2只脚的那个磷 那个里面含有的磷的量 就是台湾磷 磷脚的2倍 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非常高磷 不适合我们肾脏科病人吃的 你要知道你吃了这个高磷的食物 你面临两个问题嘛 你骨头容易疏松掉 这才小事情 它目前已经被证实 它会造成心血管的钙化 心血管钙化之后下一步 其实就是心血管的狭窄跟阻塞 而且心血管钙化造成狭窄阻塞 目前的技术来讲很难克服 很难处理 怎么处理都很容易死掉 所以是糖尿病的还是可以吃 但是就得少量跟肿量管制 而且你要挑种类 你挑这个台湾磷还好 你不要去挑那个魔鬼磷那种 是的 接下来我们农师傅也来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又好吃的 菱角鲜虾松 对 没错 因为我是想说 这个跟肉类炖起来是非常美味 那有时候可以用一些海鲜的来做法 对 可是做海鲜的话 我们就菱角跟大家分享 我们又给它切成像片状 好 这个是生的菱角 然后现在切得很像大蒜片 对 你会看起来很像大蒜片 但是我们把它切 有点像百合把它剥开来 对 把它切成片状 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用温水 稍微把它汆烫过 再过来炒这样子 对 温水汆烫过 然后再把它切片吗 还是切完片再下去 温水汆烫 再去汆烫 对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菱角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生的菱角 因为有点 应该酸味还是说它本身的一个味道 所以说你如果直接生吃 那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会用水去把它汆烫过 再来炒 会比较快熟这样子 好 那这一个是切片的菱角 汆烫过的 对 那另外准备了这一个虾仁 把它剁碎成虾松 对 虾仁 因为刚刚其实嘉医生有讲 说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虾子 都有放铃 特殊膨大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说 有没有新鲜的这个 买新鲜的虾子回来自己剥壳 但是要让它做出口感弹牙 所以我那边有一些小秘诀要教大家 在家里做弹牙的虾松 对 这个新鲜的白虾 然后把它切成小丁状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最主要先 大概加一小匙的盐巴 好 稍微调味一点点的盐巴 对 一点点的盐巴 今天还要调的是蛋白跟 这个是什么份 这是玉米粉 玉米粉 对 然后蛋白千万不要太多 我这边 少量的蛋白 差不多是300公克 去壳之后的肉 那你蛋白大概一颗蛋 大概要做一斤 大概是差不多600公克 所以我这边大概差不多 只有半颗的蛋白的量而已 半颗的蛋白的量就够了 对 然后再来这个粉开始要加下去 好 稍微把它打散打匀 对 玉米粉 这边大概是一大匙的量而已 一大匙量 所以也不需要太多 好 我们大概300克的虾仁虾丁 对上了大概半颗蛋的蛋白 对 然后大概一匙的玉米粉 稍微让它裹腹周围 可以让它都均匀 是的 没错 好 那再来这边还有一个小重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油粉的话 你在锅子里面下去再做的话 可能会很容易会黏住 对 所以我这里要加大概一汤匙的油在里面 真的喔 所以在我们下锅烹调的时候 然后先加一下油 然后就让油裹腹到所有的虾松的周围了 对 这样我们下去在滑炒的时候 这个比较不会容易 说整个沾黏在一起这样子 这样比较容易松开 比较好炒 好 那这边我其实还有准备一些 这个香料的部分 新香料像有蒜头 香菇 红萝卜 甜椒这些东西 好 那锅子热的话 因为我这边先把蒜头先下去 做一个爆香 这边的锅 然后把蒜末 蒜蓉下去 好 然后这边有香菇也是 香菇也是把它切成这个丁状末状 好 蒜香出来之后呢 香菇丁也可以下去 红萝卜 红萝卜切丁也可以下去 对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些蔬菜 其实它需要都是需要油脂 对 它才会 才会好吃 所以你不要说 我们这油放的很多 其实也是不会的 好 然后再来一点的甜椒 对 一样切丁 对 黄甜椒 让它口感一致 对 这样颜色也很漂亮 对 所以我发觉的时候 我这边蔬菜一定要先炒下去 因为你一定要先让蔬菜的这些味道 香味炒出来 对 好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是用温水烫过的 这个菱角切片 所以它会熟得快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它拌炒 对 对 所以这家菜做法是倒过来做的 我们主食材反而不要那么早放进去 对 好 现在满满的把它拌炒 好香 现在蒜末也好香 对 越炒越香 好 对 好 那所有的食材蔬菜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就只要加一点点的盐巴 这个大概差二分之一小时的盐巴就可以了 好 刚刚我们腌那个虾丁的时候 已经有调味一点点的盐巴 对 那现在把其他的配料的食材也加一点盐巴 让它均匀调覆 对 好 好 闻到我们的 闻到蔬菜的味道之后呢 接着就可以把这个虾仁给它放进来了 好 所以虾仁其实是最后炒 对 而且虾也是容易熟快熟的嘛 对对对 如果我虾子如果先炒的话 你到最后可能虾子会 吃起来会比较老了 对 所以虾子记得要最后才炒 那其他的配菜先炒熟 对 我们虾子就利用这里面的一些 因为它本身我刚才有加一汤匙的油在里面 对 所以稍微让它拌炒一下 对 因为虾子其实是非常快熟 那我这边已经把虾子稍微放进去 有点变色的时候 对 这边所有的料就给它拌在一起 好 那拌炒它的同时顺便请教一下师傅 师傅今天要吃的虾松要配的这个是什么饼 这是一般的烤鸭在用的荷叶饼 对 那一般其实像虾松可能会用很多的那个生菜叶去搭 对 因为生菜叶其实有时候水太多 你那个虾松吃起来会比较 比较水口感会比较没那么好吃 对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像一般我们在烤鸭店 买的那个烤鸭的时候有这个荷叶饼这个是用面粉下去做的 好 那我们这一个虾松好像也炒好了 对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芹菜末 芹菜末最后整个给它放进来 对 然后让它拌炒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来 我在这边再撒一点点的胡椒粉 好 最后一点点白胡椒皮味 其实我觉得这个虾松直接当一盘菜 看起来也很好吃的 对 对 没错 直接这样吃也是非常美味 直接上菜也非常棒 对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在吃菱角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人就说 他不喜欢吃菱角 说那么大一颗 吃起来都咬得像淀粉的味道 当然除了像刚刚安晓老师那种烧纸牌 烧的做法也是非常棒 但是农师傅这种 你就把它切成一片片 切片状之后呢 然后用热水先烫过之后再下去煮 我们吃了半天都是一个虾的一个 很鲜香的味道 甘甜的味道 不感觉在吃菱角 不过我们觉得说因为菱角来讲 是比较是今天我们讲的雏角 因为菱角来讲它是高甲的 它的高甲是在一些 我们在五五根基线的食物是比较有名的 那我们先不管说有没有这个 什么肾脏的病变 但是一般我们常常讲 高甲的食材对于这个排钠 是有帮助的 我们讲说现在大家的吃太咸 怕钠吃太多 对于这个犀牛的负担很重 那我是分享一个案例就是说 那个有一个男生是这样的 他是被太太压过来的 那大概将近90公斤 大概170公分左右 可是他来的是因为睡的时候 他常常会头晕 然后呢而且他这个睡觉 打呼非常严重 憨声非常大 然后呢太太觉得他应该有呼吸重止症 我们帮他做检测之后 确实是重度呼吸重止症 那也建议他可能要减重 要带呼吸气 可是他也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 他就不太管他 后来直到有一天 后来过了四个月之后 他过来再找我们的时候呢 已经是坐轮椅过来的 因为他回去之后呢 因为我们跟他讲说 因为我们有个味道单嘛 我说你是呼吸重止症 你小心血压高啊 就会怎么心血管疾病啊 中风啊 我们练完之后 好啊好啊 我没有事情就回去了 没想到后来真的过两月 真的发生出血区的中风 所以后来他来之后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尽量好这个 那个肥肉不要吃了 然后呢尽量吃白肉啦 或者是高鲜的蔬果 因为我们讲说 蔬果里面有很多的 这些所谓的高甲的一个状况 会帮你排纳 那他呢也例行减重 后来他血压下来之后呢 情况就稳定了 所以我就特别强调就是说 其实像有时候 善用菱角这种高甲的食材 当然我们下去之后 其实我们测完就饱足感很够啦 也就不会再想吃太多米饭了 特别注意一下 高甲的食材 也是对我们降血压是有帮助的 不过高甲如果洗膳要小心 我们肾上科的病人 不只是洗肾病人 我们肾上科病人在台湾 肾上科病人在台湾 肾上科病人 但在总人口的12%左右啦 那12%的话就2300万人 合起来就接近300万人 本身对甲理脂都要非常借慎的小心 像菱角这种高甲的东西 它是要烫一烫 然后才来做刚才的料理 不要说完全没有烫过 就直接下过去煮啦 像我有一个病人 其实这个蛮可惜的 他才大概50岁出头 那是某商事公司的高干 那他有在洗肾 可是人家在公司的位置 还是一直爬上去 这代表他很努力嘛 结果他有一次去美国出差 那回来之后自己开车 回到他家的那个独栋的别墅 那进了家里 他们家听到他车声进来 知道他今天要回国 那就想说他等一下要从 楼下就咚咚咚咚跑上来了 就等半天如果没有人上来 就想说那是不是要去帮他抬行李 就走在楼下 他趴在方向盘上 结果就叫救护车然后就急救 然后后来又发现高血甲症 因为我们很多台湾人去国外 第一个问题饮食很难控制假 你说你在家里自己汆烫也就算了 你去国外谁帮你汆烫这个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在国外洗车费用很贵 那回台湾只能报3000多块 所以很多病人就能省 能省就省一次 譬如说我如果 你说本来三天要洗一次 他如果出差两个礼拜 那就撑 忍耐一下 对 我就想能最后 尤其是最后我要回来的时候 我最好能拖个一两天 反正两天我想回国 我马上就去洗嘛 所以我就拖个两天 他也认为没事 可是他没想到说 血甲过高有时候事实上是直接致命 他不会让你不舒服 因为他引起心率不诊 所以像那个病人就要 你看他还可以坐飞机 坐飞机来他没有觉得不对 他还开车 开到家里 才砰一阵就倒在方向盘上面 所以这个高血甲的问题 像这种灵甲这个东西 请大家记得 要吃它很好 尤其是对300万的圣诞钢病人 要先汆烫 不汆烫的话 很容易产生致命性的心率不诊 其实我们灵甲的话 可以用聪明的方式做一个食疗 像我前一阵子有个朋友 他就是带他的小朋友 他有两个小孩 一个大概三岁 一个大概不到一岁 然后他在两周前 就带着两个小孩 然后去露营 因为最近很夯露营 然后刚好前两周 那个周末超热 即便是秋天 也是三十几度 那他那个小的 那个不满一岁的小儿子 他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有一点过敏体质的小孩 其实即便他喝母乳 妈妈只要吃到什么东西不对 他就是开始发疹 他就会有一点过敏反应 结果那天都去 因为太热了 然后小朋友在外面 虽然有阴凉的地方 可是因为真的太热 他就起热疹 那这么小的小孩子起热疹 那我朋友就说 那怎么办呢 那要怎么去处理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可以帮他用食疗的方式 那时候我就建议他说 可以用灵藻煮一点水 然后给小朋友喝 然后去退他身体的火气 然后像灵藻的话 就是他的一个 在食疗上面的功效来讲 他对我们的胃部 因为他是顾胃的 所以像是有一些溃疡的部分 他可以就是吃一些像灵藻 灵藻水 他可以修复我们的胃黏膜 然后他如果是把他敲碎了之后 连壳敲碎去煮水 然后在中医的记载来讲 他是可以解酒毒 所以有些如果你酒精喝多了 好像用解酒的话 可以用灵藻水 然后去煮水这样子 那卢医师 这一个就是你要分享 煮给大家的灵藻茶 灵藻水吗 对这个的话是用灵藻 跟艺人 灵藻大概是 是我们可以在市面上买生的灵藻来煮吗 还是熟的灵藻 最好是生的灵藻 生的灵藻 去煮 然后再加生的艺人吗 对生的艺人 然后是用2比1 谁2谁1 灵藻是2 然后艺人是1 然后煮多久 大概煮20分钟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那煮20分钟 喝他的水就可以了 那皮要不要下去 皮 你就不用整支 不用那个黑色的皮 它就只有果肉 所以它喝起来是比 艺人水更浓郁一点点的味道 对 它那个喝起来 其实是有那种灵藻的清香 还有艺人的那种 就是有一点艺人的味道 那因为刚刚那个 那喝这个是什么功能 什么功效 我们这个茶的话 因为其实刚刚那个 刘医师有讲到 那个我们这个灵藻 它在研究上面来讲 它有一点就是抗癌 防癌的一个功效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讲说一个清热 因为它本身的话 我刚刚讲 灵藻它就是一个清热 那艺人的话 它是沥湿 所以像是有一些皮肤的问题 因为灵藻我们也会用在 皮肤的治疗 以前古人 他们没有什么好的药 他们把灵藻敲碎 那皮肤有一些湿疹 他们就把它附在上面 所以就是像有一些 如果你有一点就是癌症 想要做一点预防的一些茶饮 然后或者说皮肤不太好的人 有一些像阳疹 湿疹或是热疹这些 就可以用这个茶饮来做调理 我觉得这个茶饮 蛮适合我们肠胃科 尤其是胃困病人 为什么 吃完药之后 因为这个灵藻它本身还是有固胃 固皮 然后又很温和也有酸的感觉 所以对胃不好的病人 应该蛮好用的 而且灵藻这个喝这个也不会过量 所以比较不会有发脏的问题 其实胃溃疡在我们肠胃科 蛮常见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溃疡 或是严不严重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说一个70岁的老爷爷 走到我们门诊来 那主要是说 它两三天来都开始解黑色的便便 那它那个黑色便便 如果是粗血的 它们的便便会像泥巴一样 如果是便秘的 它们就一球一球 所以有些便秘的病人 它就解大便是深色的 它有跟你说它是不是粗血 这个是错的 一般粗血的各种是泥状 那个病人是泥状 但是它血色还好 有时候它说还好 其实它吃东西都还可以吃 但只是便便怪怪的 它就跑来找我 我后来帮它坐进去 我看到它胃里面 真的就两个大溃疡 不过没有正在出血 所以这样的病人 我除了给它胃药之外 其实我觉得罗医师 这个饮非常好 我觉得以后在急性期过了之后 我们可以让病人 就这样的保养 其实很好的养生方法 那菱角对于某一些 这个观众朋友 如果有山高的问题的 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食材 对 因为菱角里面 它有一些不跑的脂肪酸 那我们知道不跑的脂肪酸 有369了 那其实有些不跑的脂肪酸 对于一些降低 我们在三中甘油脂 维护胆固醇的高力 是有一些帮助 但是因为我们在菱角来讲 它有些成分 不过特别强调一下 就是说很多人忽略 所谓三酸甘油脂高的问题 我们曾经碰过一个case 那个case是 其实它就是常应酬 应酬喝酒 那其实喝酒来讲 就是它也觉得说 它是业务 它要冲它的业绩 然后有时候 晚上还一花两到三花的 那后来有一天 是它的妈妈告诉我 因为它就是说 喝到晚上有一天肚子痛 那起来就吐 吐了之后 它以为说是就是酒 造成那个胃炎 结果后来又不对 怎么吐到半夜还是痛 一次痛钥匙送到急诊室去 那当时他到急诊室的时候 急诊科医师帮他压了肚 压就痛得非常严重 而且他会讲 痛到后面去 这种痛的不平常 后来因为他有喝酒的一个习惯 后来帮他验 这个胰胀的这个发音指数 有一种胰胀没电的效率非常高 结果它是一个急性胰胀炎 我想唯一是专家 其实急性胰胀炎来讲 风险非常高的 后来那个 一帮他验三酸甘油脂 我们真的是150 那个年轻人高到快900 非常高 赶快就收住院 收院之后怎么样 当然就不能吃东西 进食打点滴 那因为他年纪轻油本钱 后来就是大概9年的10天 胰胀炎慢慢就恢复了 那我现在重点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一般学子房 有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 譬如说你喝酒 喝毒的甜食 三酸甘油脂高得太离谱的话 也就是并发胰胀炎 那个是非常风险非常高 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急性胰胀炎真的会致命 对呀 而且常常致命 因为胰胀的分泌的酵素 本来是要拜胰胀分泌 到小肠来消化食物的 结果你胰胀本身坏掉了 所以这个到处漏你知道吗 所以胰胀炎很可怕的一个疾病 我跟你讲 胰胀炎如果要换 要在台湾换 我有一次我们去 拉斯维加斯开会 同台有一个人 就胰胀炎发作 他住到美国的医院去 只是观察 照了电脑断层一次 然后就住院观察10天 出院200万台币 所以真的要胰胀炎 所以帮胀炎的人 出国旅游要买保险 对 这是一个综合的建议 对不对 不然在台湾的话 这个是健保颈腹 所以你看台湾好棒 而且胰胀炎常常都会 会忍到姜医师 因为常常很多都肾衰竭 他会感到肾脏也坏掉 他有多重器官衰竭的问题 然后肾衰竭肾就跟着坏掉 好 那节目最后 刘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丁铃 是的 我们今天谈到主角林角 那领角来讲 它营养素非常OK 不过它是因为高甲高磷 所以一般来讲 在肾脏疾病的病人 要特别要小心 另外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 因为它本身还是属于淀粉类 那15颗领角 就大概就150大咖 所以糖尿病控制不好的人 还是要小心 那另外来讲 我们讲说领角 因为它本身来讲 它的外面这个壳 有些很好的营养素 是有抗癌之后 不过呢 你听完这集 不要随便去泡 因为有的时候台湾的领角 我们在水生植物 它有些寄生虫 在旁边 如果你现在拿来栽来 手面那个还能处理干净 万一你就把它剥 没有煮熟 有寄生虫下去的话 会造成寄生虫干燃 就是水生的食材 一定要煮熟 对 是 好 谢谢刘师的叮铃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 健康好领角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 跟下载 我们的荧幕的左下角 这边还长期放着 我们节目的LINE的QR Code 欢迎我们的忠实观众 跟粉丝们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